如何去取得这套软体 Table 10.2 这套软体 甚至未来如果它有10.3 10.4 其实10.3已经上市了 它怎么取得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它有14天免费试用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 大概每隔一个月 它都会更新一到两次 就是到了10.3这个版本 大家又再可以用14天 依此类推 如果说我们使用Table Public 是完全免费的 那就看各位选择 我们今天上课就是教Table Base Hub 这一套软体 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在搜寻引擎里面 就直接输入Table的下载 例如说我们现在打Table Download 它其实就会帮我们导到一个位置 这是广告 这是广告 那我们点它其实也可以去进行下载 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地方 它说DownloadTable的软体 然后要不要去用 试用版 当然就是选要 然后接下来要填这些相关的资料 这是那个广告 所以建议各位 我们不要从这边来去做登录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建议你都完成这个注册 好就先关掉 选这个Table Desktop 然后接下来它会说 如果你需要使用这个Table Desktop 好 Try it for free 我们选择要 然后它要求你输入一个商业用的电子邮件 那就要麻烦你输入自己真实的电子邮件 Gmail 建议使用Gmail 然后点选Download for free 接下来它就让你去下载了